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投资客不需要 你看他对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头负责的初吻负责 这件事情如何严重 他不如对一个金主负责 投资客也在见风转舵 投资客也在见风插震的去改变自己的做法 以上提这些东西 请问金箱宽限期影响还要很大吗 就还好了 所以说可能麻烦有收看节目的朋友们 如果真的有你的请假朋友 哪怕是交请普通的朋友要跟你借人头户 去做这样投资的话 麻烦请你想想 这个很多政策可能一生就一次 自己要好好珍惜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想要再帮很多所谓的刚性需求 也就是所谓的手购主 他真的可能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他真的想要买 可是我现在听到很多人还哀嚎 因为现在银行的资金已经蛮随味了 因为钱都已经被借出去了 借差不多没有多少了 那就算现在好了 我现在我要去买房子 我要去找银行贷款 可是因为银行也没钱 再加上受到政策的关系 虽然我符合资格了 可是银行没钱 他会不会对于我们的真信 或什么等等的抵扣扣 条件越来越严谨 导致原本比如说我可以带到一千万 他现在可能说 我可能资金不足 我只能带你六百万八百万 这样手购主会不会被波及到 会 这好问题 手购这个身份 在现在的房市的环境里头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现在银行实务上在发生的状况 就是大家少吃一点 就可以多叫两个人来吃 就这样 钱就这么多 你又怎么办 我是银行我也这样 大家少吃一点 好银行再少吃一点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他的房屋的见价 更保守 就是房屋有所谓的成交价跟见价 在鉴定价格 以前都差不多差不多 反银行 现在的话你会发现银行的见价怎么那么低 可是银行对银行来说 他放你首购八成 见价的八成 假设我乱讲 一千万好了 以前在见大概都九百九百五 所以银行是放九百九百五的见价的八成 差不多嘛 对 现在你要去见你可能八百八百五而已 可是银行一定放八百八百五的八成 就像当你自备会变多 对对对 好这就是 大家少吃一点 我就要多两个心情案的名字 可以去用 这就是应该首购会遭遇的情况 还有拔掉宽限期这件事 宽限期 其实他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 你看他就叫做宽限期了吧 我说真的我对宽限期没有什么色彩 我反而觉得这个好好利用是一个德政 为什么 我们今天考虑自助这个族群 就是我刚刚提到被打很惨的那个中华阶级夫妻带小孩 他现在小换大旧换新 出来要不要整理要不要装好 哎呀 他是不是又花掉一笔钱 那你没让他的宽限期喘一下 回血一下 直接就本金加利息也挺啊 对啊 就这样 所以你现在硬生生首购拔掉宽限期 我相信都会影响首购 除非是现在 之前买预售现在要交五了 我是首购成本嘛 除非是这种情况 不然的话 现在都在等等 不然怎么办 我现在给他买下去 第一个我建价变低 第二个我 知道我没有宽限期 然后我的房贷率率是高的 啊我要装潢下去 我这个真的很硬 我告诉你 不会有人 准备好完美的装潢的钱 他才去买房子 不会这样 他不会说 哦我买一个房子 总结要多少 好我先算好 然后我要额外 明明我就看到这间房子 可以买了 好我就故意先不买 我就额外另外存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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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 再存什么 我要先存到150万 200万的装潢钱 此次我要再去买那个房子 不会 如果他有那个150万 200万在生产 他去看总结要更多的房子 就这样 所以 现在的情况叫做 买方 瑞减很多 那买方瑞减 是因为大家都在看情况 因为盛省 你就知道 我现在这样子下去 压力是 真的会 变大 没有说很大 就是会变大 以前5块钱其实可以让我喘 对 下面有 直接来 不然就买了不装潢 然后大家在那边 那到底是要换还是不要换 算了 明年再说好了 这个拿到年终奖金 我们再来研究好了 对 这就现在的情况 所以你会建议手购组的话 如果真的有刚性需求 就再等等就对了 这个等 也不用等太久 原因是 市场中第七波 这个信用管制 我们俗称金融海啸 金融总裁出来打人 听说会有第八波 第八波 开会日期我先跟你讲 12月19号星期四 对 所以你又再等等 不用再等到什么 喔 2026 你等12月19号 他们会再开一次会 有可能再寄出下一波的信用管制 有可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第七波其实可能也没有效果就对 所以才会有第八波的出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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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帽子我不能 这个事情是这样 不是啊 你要我 讲下去 慢慢打到第17波去了 就是说这个效果如何 就是评估评估 那第七波信用管制 始料未及 如果当初信用管制有效 怎么会有所谓的第七波 所以是有要再开一次会议 我们现在 其实台湾的压力是大的 我们看这个房地产 第一个被政策影响 被经济 国际经济关系影响 美国降息的 对对对 所以央行 他不是全部央行的人上班 然后 只研究房地产不是嘛 嗯 对所以就是 他们还有台湾经济环境要顾 信用管制也是 不要让大家处于那个更高的风险之下 这边想起很空泛 但就是美国降息的 会有预期中的资金狂潮会进来 所以把这个不安定的筹码都先打消掉 第八波先完治 具体内容不知道 大家都在猜 但应该会出台 很快喔 12月19号星期四 然后央行过往的案例 办例就是这样 我们就讲 今年的第二次央行李建市会议 6月13号 就是所谓的第二屋从三层变四层那一次 6月13号下午快下班才开会 14号实施 我看你怎么跑 完全措手不及耶 9月19号又再一次 我们现在知道会通了 所以那个12月19号 这个大家反正12月19号快到了 这个日子大凶 我们就先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做 对 所以如果说有急着买房的首购朋友们的话 就不妨可以再等等看下一次开会 你刚刚说是12月19号 再等等看眼眸什么样新的政策出来 那最后我想要再请一下阿源 就是说 那到底就您来观察 因为您算觉得说 有可能还会有在第八波 那不论会不会有第八波 那就现在第七波来讲的话 您觉得会对于房市 会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房价 因为你刚刚有讲说 房价是不太会下修吗 哇这个就是 直接就是关乎我立场的问题了 那我也很诚实负责任的说 我要先说明一下 我看的是高雄市 高雄市 我都做高雄 高雄市的中古屋 这个族群 对 这个产品 至少我们自己研究看到现在 我认为 以实价登录来看 总体来说并没有下跌的情况 并没有下跌的情况 我们都在订价格的 然后我们也去问了很多那个 仲介店的店长级 并没有下跌的情况 的确是有出现零零星星的实价登录比较低 可能人家现在遇到的是什么 他预售到交物 他变得必须要赶快把他手上的这些卖掉 然后怎样才能来补那个第五层 所以的确是有零零星星的 但总体来说 我们没有感觉到像房地产在走空 或是怎样的那个氛围 并没有 还是一个前提啦 就是时间太短了 9月19号到现在 只但都还在飞 飞老板又要打 12月19号 又要开12月19号的会 大家都还在研究当中 那我个人认为买方不见 但卖方没有什么理由要降价 为什么 因为前六波信用管制 已经把手上有房子的人 弄的体质超级好的 体魄之强健 他就给他放着 然后就慢慢卖 他没有什么理由 一定要卖便宜 去把私家登陆整体把它带低 我们自己的判断是这样 你不觉得吗 你现在身边 清宝有长辈有房子的 实力都很坚强 他们好像空租也没差一样 就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并没有要便宜卖的理由 去让私家登陆 开始密集的变成 一堆都在下酒 并没有 如果有也会是 那个预售屋的实价登陆 那边比较容易先出状况 我在雇的中古屋 还好 就真的还好 那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 房价整体不会下降 还会继续缓缓上涨 的原因是 新清安跟首购 数量是超乎想象的多 我们刚刚前面在那边说 那个中产阶级夫妻带小孩 的那个族群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多 虽然他们开得很大声 因为悲剧人物嘛 所以那个在网络上讨论 都有那个声量 说打造换屋组 银行局 他有功开了一个新的 反正就是统计 这有点复杂 不过不讲了 就是目前看起来 新清安 再加首购 在市场中买房子的数量 好像超过八成的成效件数 很夸张 这真的很夸张 所以二无级以上的人 被影响的数量 算很少 你就新清安首购人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无敌的 尤其是那个新清安 对不对 连银行都要给他们开绿灯 无敌的情况之下 人数那么多 那你要房价 要下跌 怪怪的 怪怪的 新清安是有时间压力的 什么压力 新清安会停 对 到时候去不去不知道 要看到时候的政策 新清安不是永远都有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 会在2026年的7月31号就截止 意思是有新清安资格的人 那你到2026年的8月1号 有没有新清安 这件事情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有能上车 是不是要跟他上车 对 毕竟他现在是无敌的状态 手购 新清安那家手购是这么多 不太有办法去造成房地产的 也就是居住这一大侠 最想要看到的房价 所谓崩跌或腰产的情况 可是知道你刚刚说讲 大家都在等等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急需要脱手 他不见得是预售屋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要换屋 那问题是大家都收手 买方都收手 我卖方的人会不会因为我急着 我要出土 我反而在中股市场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高雄 他不太会波动 可是在其他地区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导致因为找不到买方 所以卖方就只好把价格 不断不断下修呢 好问题 这个也直接说 我们现在跟那个仲介店长们 打交道他们的说明是 开价有变低 抬价有变低 底价都没变 你要变底价这件事是麻烦的 是你那个屋主要重新签一个新的价钱 没有啊 以前不是房地产很热 我乱讲 假设正三房两厅两位高楼层 然后平面车位 有警官 这种很标准的房型 他底价签给仲介去卖是1500万 我在讲高雄 那个台北的朋友不要太兴奋 高雄 仲介会怎么在5191上广告他怎么帮你开 你底价是1500万的东西 如果房子很热 那开到1800 1898去 然后让买方慢慢杀 然后现在大概就开1698 有没有三小空间 有 就不多 那个底价有变吗 你干嘛要变 你那个要变底价 要重新要请那个屋主 要签名要干嘛的 没有啦 他们就是开价 然后把它调低 调低以后对那个 现在主流的 看房子的网站 像591 他帮你写减几百分 然后让买方看起来 有有有有 房价有在下修了 哪有 我们去看私家登录 说明一下说其他县市 要卖掉 因为他卖不掉 所以他要下修 那就表示什么 他有卖掉压力 对 这个就是回应到我刚刚说的 零零星星会出现 这些个案 那绝大部分都还是没差了 那就慢慢卖 我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房地产的前辈 他什么卖不掉加价卖 对不对 我都觉得有点极端 我们实物上看到的是 卖不掉 他不是指你根本就卖不掉 南卖的意思是 别人价格也行情行情 他大概1到1.5个月之内 20组人就看屋 然后就出价了 然后就成交掉了 那你的南卖 他主要体现在 你大概卖半年 然后一样是20几组人来看 撒到这半年里面 你还是卖掉了 具体表现在这边 那你现在要加加卖 这个见肘偏锋 这个我不知道 你说的是上一次才刚来我们节目中那一个前辈 这个已经变成 变成房地产界经典的slogan 他真的是金具制造金 你不觉得 有兴趣的朋友们 不妨可以看看我们之前节目 就会知道那个前辈是谁了 好那最后我想要再请教阿元就说 因为我知道你在研究房市这边 你研究18年 那我还是想要帮年底 有很多可能要结婚的民众朋友问问看 就不论现在房市正在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可能是因为结婚换屋 我要买房子的话 那有预售屋 城屋跟中古屋 这三种的样态的房子 你会建议观众怎么选择 先说结论 我个人认为 因为你是要自住 不是什么万恶的投资客 你真的是自己要住的 所以一切的前提就是你爽就好 你喜欢就好 我说的是真的 不要再搞什么自住兼投资 我常常听到观众有人问我 我要自住兼投资 你觉得这一间好不好 这种问题我一律都是自住 你投资都投资 自住兼投资会变成什么情况 会变成你住在一个 你根本都没那么喜欢的房子 就好像你硬是交往了一个 你根本没有那么喜欢的另一半 房地产只是一个 财富累积资产膨胀的过程 手段 自住 你喜欢就好 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喜欢新房子 身上钱不够 你去看预售 那如果你身上钱有够 你去看新成物 新成物也不错 它就是蛮贵的 然后东西格局就在那里 就长那样 你去敲 然后去看那个管子怎么跑 这都OK 如果你想要CP值 要大空间 那你就像我一样 我都去看中古物 你喜欢就好 我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喜欢就好 就是 你不觉得说 那个身边亲戚朋友 那种自住住很久 他把房子拿起来卖大赚一笔 这个情况我们 天天发生吧 常常听到吧 为什么 他们那时候就这么 英明神无 在那边 我自住兼投资 就是超前部署15年 没有 他们就是买他们自己想要做的房子 自住在挑房子 跟那个 自产在挑房子 差别的真的很大 自住就要 这有警官 这个看出去不要逼到 这个怎样怎样 这个厕所要我开床 然后还会 请老师来看 两个风水的 对对对对对 我都没有 反对这件事情 但我就是说 你一开始你要区分清楚 你自住就是自住 投资就是投资 如果你自住 你就去挑吧 就去跟人家什么 下大雨也去看物 看会不会 剩肉水的情况 去吧 为什么 因为日后你自住 5年8年10年 之后都可以 你要拿出来卖 的话 你喜欢的 别人也会喜欢 你当初挑成那样 你就是这个 有警官看出去没必到 你就是那个做像 那个风水老师都说好 你喜欢的 别人也会喜欢 这个就是自住 为什么住那么久 他卖掉之后 感觉蛮顺利的 他也没卖很久 然后 又随着这个时间上去 资产又膨胀那么多 的核心原因 你喜欢的 别人也会喜欢 所以你就是住在 你自己想要住的房子 就好了 你就挑一个 你自己也情投意合的伴侣 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不要在那边自住间投资 然后搞得 你整天回家这个 这个房子看起来 也没那么喜欢 会觉得说 我好像在坐牢 我要等那个房地合影2.0 以后的税制便利 怎样又怎样 没有必要 对 喜欢就去看 能上车就是上车 如果你有新清安 能用就去用 你有新清安这个 你现在是无敌的 你知道吗 无敌猩猩 真的 那个银行要为你开 银行就是新清安先做 现在的阶层非常的明显 第一梯队最强之人 就是新清安 所有人要为他让路 新清安 嗯哼 新清安 你有那个宽限期 不一定能剩下5年 但是那个宽限期 就能让你 在装潢之后 我刚刚讲了嘛 这个装潢 花完装潢整理的钱 你还可以传一下 新清安 第二梯队就是收购 被拔掉宽限期了 之后 就是闲杂人等 就是第25集以上的这个族群 滚一边去 现在真的是长这个样子 对 我再提醒一次 新清安是有期限的 所以有的话 那能上车你就赶快去上车吧 那以上呢 不论说是针对说 你有买房需求民众朋友的话 阿元是建议大家 针对这个时机呢 你不妨可以再等等 那如果说你刚好 名下也有继承房子 也想要买房子的朋友们 那不妨等政策 有所谓的排除条款出来的话 你也可以再等等 那当然来讲的话 对于说不论你知道 中古物预售物 或成物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是阿元是建议大家 就是买自己喜欢的 不要把自助跟投资 这两种看房子的眼光混在一起 对于你以后 你是要自助或要投资 其实会容易混为一谈 这样是不好的 那当然对于说 台湾房市呢 你有任何的看法跟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再邀请阿元来上我们节目的 那今天也谢谢阿元来我们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节目 下次再见了 拜拜